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2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美国华尔街日报 今天对轰动中国金融圈的 深圳张伟案发表评论文章称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打击有组织犯罪 针对知名企业家的起诉和资产扣押 使中国的私营企业感到寒心 张伟在深圳建立了金融公司中科创集团 主营贷款资产管理和房地产投资等业务 并且获得了深圳市工商联副主席 深商总会会董等头衔 在习近平的扫黑运动中 中国警方指控他经营一个 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 从事欺诈勒索和其他犯罪活动 5月份深圳法院判处张伟无期徒刑 并且没收了他的资产 包括财产 股票和一架空客A319飞机 他的家人估计这些财产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 张伟承认曾经行贿 但是他否认对他的所有其他指控 他的律师和家人说 他被指控的不当行为 并不符合政府对黑社会式犯罪的定义 对他的指控是被拔高了 对他的惩罚量级非常不恰到 深圳张伟案和其他类似案件 使一些企业家和法律专家感到震惊 他们说共产党的积极执法 有可能会破坏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中国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说 中国政治风向的变化 给商业信心带来了阴影 他说在政府官员的眼中 我们都只不过是个小商人 华尔街日报评论 对张伟的起诉也说明了 习近平在试图重整中国经济时面临的困难 几十年来 中国的经济一直由宽松监管的私营企业所带动 其中当然有非法的做法 比如说贿赂和高利贷 一度变得非常的猖獗 而且曾经被当局忽视 凡腐扫黑运动虽然提高了习近平的声望 并且打破了地方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勾结 但是他也给企业家带来了压力 因为他们担心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的更大的控制 并使私营企业屈服 中国私人固定资产的增长 已经从2018年的8.7% 放缓到了2019年的4.7% 经济学家说 尽管习近平倡导让国有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他仍然需要生产力更强 提供就业岗位更多的私营企业 来推动中国成长为一个发达国家 据国家媒体报道 自2018年启动以来 习近平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 也就是所谓的扫黑除恶 已经捣毁了15000多个犯罪团伙 拘留了约23.7万名嫌疑人 包括被指与地方官员勾结的商人 北京已经宣布扫黑运动取得了成功 称习近平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 极大的改善了公共秩序 有助于优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条件 即便如此 知情人士透露 私营企业对这场运动的担忧 促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启动了一项研究 调查该运动对商业信心的影响 一些法律学者和刑事辩护律师说 地方当局为了取得成果 有时候会模糊犯罪集团 和从事非法行为的 合法公司之间的界限 也就是说 将从事非法行为的合法公司 定性为犯罪集团 一些此类案件中的辩护律师说 中国法院限制人们参加听证会 并且拒绝公布书面判决 侵犯了他们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哈佛商学院研究专制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的教授 瑞斯迈说 一方面 习近平有可能是对的 许多商业行为实际上的确是犯罪 对社会有不利的影响 而中国的企业家 长期以来一直在一个宽松的法律环境中运作 这种环境将会鼓励贪婪 并且促使他们寻求保护 以避免政治风险 比如说通过与官员的勾结 但是使用高强度的扫黑运动 和不透明的法院 来惩罚这些错误的行为 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 因为它加剧了企业家的不安全感 破坏了建立可预测商业环境的努力 这场运动使中国各地的著名商业人物受到牵连 其中还包括张德武 他是湖北省的触目业巨头香大农牧集团的董事长 还曾经因为商业成就 受到过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员的表彰 但是他于2019年底被拘留 因为他被指控经营一个犯罪团伙 从事高利贷 并且使用暴力手段挑起事端 他的律师说 对他的指控既不符合政府对有组织犯罪的定义 也不涉及严重暴力 虽然承认张德武的一些员工 曾经使用胁迫手段处理商业纠纷 但是律师表示 这些员工只不过是在一个案例中造成了轻伤 因此他们的行为不符合经常使用暴力 来压迫和伤害公众的法律标准 6月份张德武的女儿写了一封公开信 给审理的高级官员 主动提出让政府管理该公司 并且接管其资产 他写道 作为一个中国的私营企业家 太苦了 太艰难了 而深圳张伟案的律师 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中 称张伟指责审讯他的人向他施压 说要么承认贿赂指控 要么面对更严重的有组织犯罪指控 他的审讯者甚至说 现在你就像砧板上的肉 我们想怎么砍就怎么砍 没有人敢帮你 深圳法院最终对张伟做出裁决 以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欺诈指控 判处他终身监禁 张伟的前辩护团队说 张伟的手上没有血 这一判决对国内私营企业家 对法律的信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再来关心河南的暴雨事件 暴雨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人员伤亡 令所有人都关心一个问题 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德国西根大学的洪涝专家 安森教授听到郑州最大降雨量达到201.9毫米时 他说这个降雨量实在是太大了 强度太高了 令人无法相信 这已经不只是季风降雨了 这基本上就是天空出现了一个不间断的水帘 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排水系统 能够应对这样的情况 安森教授指出 如果中国官方公布的降雨数据属实 此次河南郑州地区暴雨的级别远高于德国上周的暴雨 而造成洪涝灾害的主要因素是短时间内的大量降雨 据教授介绍 一般来说 德国城市地区如果一个小时内的降雨量超过40毫米 或者是6个小时内降雨量超过60毫米 就会触发最高级别的洪水警报 而郑州公布的每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01.9毫米 已经是德国最高警戒值的5倍 所以说河南此次的灾难是天灾无遗 未来地方政府应当更加重视防洪缓冲区的建设 包括自然的泄洪区和人造的地上地下泄洪储水管道系统 国家开发银行周三表示 它将向郑州地铁集团和其他地方政府公司 发放18.6亿元的紧急贷款 用于加固排水系统和重建地基 河南暴雨之后 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发出警告说 其郑州工厂的物流受到短期影响 而日本的尼桑汽车公司也说 其工厂的生产已经暂停 一位生猪交易商则表示 在中国最重要的猪肉生产地区之一 雨水阻碍了运往屠宰场的生猪 另外野村证券表示 拥有近1亿人口的河南和邻近省份的食品价格 在未来几周可能会上涨 河南有超过20万公顷的农田受到了洪水的冲击 暴雨将对成熟的花生作物产生影响 河南的花生产量约占中国的四分之一 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 洪水还可能对农场产生长期影响 因为雨水可能在农场传播疾病 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禁令证明 对美国生产商来说是一个福音 6月28日 美国东海岸的港口 一辆叫做Frontier Unity号的散货船 装载了13万6千4百吨的货物 运往中国的钢铁制造商 这是美国东海岸港口最大的一批货物 这标志着美国矿山的命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去年3月份由于疫情粉碎了需求 这些矿山被暂时停工 而现在这些公司正受益于价格的反弹 和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禁令 3月份的禁令帮助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出口 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经营煤矿的科罗纳多公司 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随着中国继续限制澳大利亚煤炭进口 我们在美国的业务继续以创纪录的水平 成功的向中国输送煤炭 澳大利亚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 毕和毕拓集团 本周早些时候则表示 他预计该禁令将在未来的数年内继续实施 今年以来 由于全球钢铁需求的加强 动力煤价格已经回升 科罗纳多公司6月份 整个投资组合的平均售价为 每吨105美元 比上一季度上涨了11% 中国恒大集团的股价今天终于反弹 因为恒大称已经解决了 与债权人广发银行的纠纷 这场纠纷加剧了投资者 对恒大偿债能力的担忧 本周早些时候 中国恒大指责中国广发银行 滥用法律程序冻结其资产 当时地方法院批准了广发银行的请求 冻结恒大持有的人民币1.32亿元的资产 中国恒大今天发布声明称 广发银行与恒大一直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双方今后将继续加强合作 受此消息影响 中国恒大的股价在今天截至五盘 大涨9.3% 报7.91港元 但是本周迄今仍然是下跌19% 围绕恒大偿债能力的担忧 引发了对恒大的抛售潮 拖累股价跌至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